你们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 成为了收留和被收留的关系 他觉得我这样一个正常的男人 找了一个你这样的 不会生孩子的女人 我是恩赐了你 但这并不是最可悲的 最可悲的是女人 接受了这种怜悯 他觉得我真的是可怜 我不会生孩子 我就是罪该万死 所以我应该接受这种怜悯 这是更悲哀的 按道理来说 如果女人不会生孩子 男人应该更多地去抚慰女人 因为他比你更痛苦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 我更恨你啊 你应该早点就分手 你应该走啊 从走的那一刻 你就寻找了自己的自尊了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面 处处受到他的怜悯呢 爱情不是怜悯 也不是被拯救 你可以去找你自己的生活 我想对这位大哥所说的是 他不能生孩子 他一定比你更痛苦 如果你是真的爱这个女人 你真的是留恋于他的善良 你应该在生活当中 多多地去让他忘记 这种所谓的悲伤 如果你真的愿意跟他在一起 你跟他说的话 应该是没关系 没有孩子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二人世界 如果你们在这么些年来 一直没有孩子 你们去看过医生 那么诊断报告是什么 到底是谁不能 谁不行 这还不清楚吧 是谁不行啊 当然我不愿意在这儿问 但无论是谁不行 另外一方都不能以对方不行 来耻笑对方 因为他是你的爱人 我是认为 如果你们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事情会越来越恶劣 你会越来越痴迷于 在一些电视剧的情节当中 去寻找自己梦想当中的幸福 与其这样 把过去结束 我相信你们过去是有情感 但是如此长此以往下去的话 我认为你会越来越难以自伴 好吧 就对 没有什么谴责 因为每一个人大概对待 婚姻的认知程度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认为 爱情是婚姻的一个附带品 而婚姻最主要的是搭帮过日子 是延续子嗣 大概你是这个想法 婚姻最核心的东西 是 要孩子 对吧 传宗接代 对吗大哥 对 好 既然你认为婚姻最主要的是传宗接代 你就别再耽误它 你就放开它的手 可以吗 要不然你就 回来 好好地待它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老爸 这么多年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都好好对你 我自己有不好的地方 我以后改正 我希望你 给我次机会 来 请关门 大概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碰到这样的生活中事 会让你特别揪心 因为 爱情在这个面前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薄弱了 社会的伦理的东西 一下呈现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那句话是对的 爱情其实不是生活的全部 当然了 我们也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每个人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每个人当然也有选择自己婚姻的权利 我们希望他们选择之后 不会后悔 好了 看看 这对夫妻 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站在中间 以后好好对他 必须对 你还以后天天舔平看我爸妈 我看了 然后我也改 我跟你说 跟他出去跳舞去吧 这事太重要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发童 有请 谢谢 拿戒指 来 秦辉 我觉得白老师有一句话 说得特别好 没有孩子 其实既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他的错 没有孩子可能是 对这段婚姻生活 和你们俩生活的一种安排 仅此而已 所以谁也不要背着那个包袱 开心地去生活 好吗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新生活的一个 新的起点和开端 各位请见证